介绍2007年中英人寿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这次比赛是在四川成都的四川省体育馆进行 接下来是南双的第二轮比赛 1号种子富海峰 蔡云 迎战 丹麦选手 马西亚 斯伯厄和卡斯腾 摩根森 这次比赛在南双方面只有丹麦的两队老将没有来参赛 他们来的都是年轻的选手 包括在混双方面 也是年轻的物锦山冠军 来参加这次比赛 丹麦队两名选手是一左一右握拍 在旁边场地上刚刚结束的女单 第二轮的比赛 中国队的年轻的小将王一涵 2比0战胜的中国香港的王晨 也步入了第三轮 丹麦这两名选手呢 左手握拍的是 应该是博埃棋士 更加好听 然后他的搭档是右手握拍的是 摩根森 其实他们搭档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也有几年参加国际语伦的这个公开赛 中国队这队选手 大家很熟悉 也是一个左手 一个右手 霍爱峰是来自广东 左手握拍 蔡云是右手握拍 来自江苏 霍爱峰 蔡云的第一轮是胜了德国的一队选手 霍普和金德瓦特 但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喉龙虎 霍爱和摩根森呢 他们是通过资格赛打上来 第一轮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蔡嘉欣和胡重贤 在这个半区比较有实力的其他的组合 还有英国的克拉克和布莱尔 然后应该说就没了 另外还有中国队的年轻的组合 徐晨和李瑞 现在双方在四发球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首先是蔡云罚球 一开始中国队就取得了主动连续进攻 对方虽然防了几派 但是最终还没有防住 哦 蔡云跟孟方前往 摩根森失误 印象当中 欧洲的运动员且又高又大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兩名丹麥的雙打的選手 都是個子還挺高的 但是都比較顯得比較瘦弱 但是他們可以感覺到他們手上的這種爆發力還是非常強 很難防守 很難防守 現在雙打運動員的進攻的威力都非常大 特別是傅海鋒殺球最高的時速達到340公里 開局是4比1 中國隊領先 今年以來傅海鋒 蔡芸的這個狀態也不錯 連續拿了幾戰公開賽的冠軍 而且在蘇迪曼杯的決賽第二場出場 也是為中國隊拿下了一分 這也是男雙在關鍵分上 也是比較少的在團體賽裡面 下個月就是今年的世錦賽 他們將爭取未免 但他們的今年看來比較大的對手 像韓國隊的年輕選手 另外特別是馬來西亞的古建傑和陳文宏 這次都沒有來參賽 古建傑陳文宏可能最近這一段狀態不太好 在進行調整也沒來參加這次大獅賽 對 目前陳文宏跟古建傑也是中國隊主要對手之一 特別是他去年 古建傑跟陳文宏贏得了亞運會的南雙冠軍 那麼今年的全英公開賽冠軍 也是在決賽當中戰勝的 蔡英和傅海鋒獲得冠軍 這是丹麥隊 迫使中國隊把球調起來 他們取得進攻的優勢 也同樣在進攻方面更加容易描述 加油 那次南雙的下半區 馬來西亞的老將中城府里萬華 另外還有一隊新配的組合 陳崇明和雲天豪 另外還有印尼的也是一隊好手 馬其斯和亨德拉 都在下半區 中國隊在下半區的將是一隊年輕的組合 也是今年以來給他們參賽的機會 要多一隊固定的搭檔 來自青島的瀋葉 和來自江西的何漢斌 加油 上 上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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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現在丹麥隊把比分追了上來 5比6 好球 這個對角現在打的不錯 這個球 從丹麥隊的手平反攻幾塊球 質量還是非常不錯 對 他這個環節轉換還是非常熟練 而且非常快速 就是從防守的狀態 一下子轉成進攻的時候 这个时候如果衔接稍微有点犹豫 或者衔接不紧 这个效果对 机会就没了 而且效果就比较差 但是我们看这几个球 丹麦的选手在处理上还是非常到位 这球路显得很熟 好球 突然批一个对角 对 出其 真是出其不意 看那个样子晃晃悠悠地举牌 但是这个球是一个大对角的 正手的大对角 而且过来的球速还是非常快 落的也非常尖 那这段丹麦这段新秀也是稳住 开局的形势不利 但是现在已经反超7-6 这两分球确实他们的攻防都还是打得很漂亮 中国队还是要力争在往前控制这球 迫使对方起高球 另外在进攻的时候要不断 可能在封网或者是在前半场的位置上做一些调整 因为这并不 毕竟不是一般的就是说 像在训练馆练习的那种场地 它因为有风向 所以你的站位可能要跟平时训练要有所区别 稍微做一些跟进风向做一些调整 蔡云一个发球偷袭后场得分 8比7 蔡云发球摩根森接发球 很好 这球对方出球非常犹豫 他不太敢挑 然后蔡云南又看待往前 如果这个球跳起来真的会很长 由俄国的苏丽安深刻 对中国的谢信芳 在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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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这球蔡云的抢网非常关键 对要看着往前 再打网 中国的傅海峰蔡云连得4分 10比7 陽磊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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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次發球 這次判在肩內 改判过来 贷卖的德魂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界外 谢谢给了一个简单的事 现在这种规则就是说 主裁判有权改判 对面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主裁判 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而且基本上不受队员当中 移动身体的主导干扰 尤其司线员他有时候 你因为你在浪球的时候 会站在司线员的前面 会挡住司线员的观察的角度 现在是11比9 傅晚风参与领先 刚才在旁边结束了一场比赛 鲍春莱是战胜了马来西亚的杨嘉宾2比0 这样他将和林丹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 这是和林相遇的 28秒 2秒 20秒 2秒 2秒 3秒 11比9 暖发 用后踩 在单位队发球的是博爱 接发球的傅爱峰 两个人都是左手 博爱峰接发球还是当网 当网之后对方也是回球没有过 这场上两队组合都是左右手的组合 所以看来这个有点像世界趋势 男双在配队的时候喜欢左手和右手这样来搭档 实际上这种并不是固定的模式 只是根据两个同伴之间的各自的特点 有互补性也有同一的风格 这样的话组成了这个队子 而且双方有默契 这样的队子才是一个比较强 而且有实力的队子 蔡云 这个强网这个半场做个假动的挡网 这个球已经被大麦队判断了 可惜大麦队在处理最后处理的时候没有打中球拍 自己失误了 对方已经先失忆 有时候也是一个对对手的干扰 对发球一方的干扰一个战术 大麦的进攻 部队还是 战术意图上是不让他太顺利的进攻 所以有机会就是回平球 但是看来大麦队往前的队员的 风光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trib Palace 博埃发球 好 这次大麦队抓住了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禅 造成交集可以 轻点 我们上市下场运动 很严重 s25对14 大麦 Fran 这球阵守快速推对角 球落在界内 这几个球我们能够很敏感的看到蔡云在处理第三排的时候明显在出球的方向上有一些调整就尽量往对角打 那么丹麦队因为对支线他们非常的顺可能突然间对角他们觉得好像判断上就稍微要持半秒钟 这样对他们这种整个球路的组织和速度上的制约还是比较大 好球 富爱峰蔡云把比分拉开18比16 在前往方面我觉得还是富爱峰蔡云比对方来的更加坚决 执行这个战术毫不犹豫 即使有一些失误了 但是这个战术执行的很坚决 但是在防守还是有一些漏洞 不太容易一旦形成了这种攻防的局面 总是进攻的一方要占得比较大的优势 丹麦队也不例外 如果丹麦队有机会进攻的时候 他们得分的概率也是非常非常之高 双方都尽量不起高球 有时候还有抓的对方可能往前要勾一个对角 但是自己富爱峰在扑的时候突出了界外 这也是往前非常快 有的时候你拍面稍微在这种很快的这个很短的这个时间里头 不容易都控制得很好 18平 非常关键现在 这球发的不错 准备 丹麦队在两个人连接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迟移 一下就非常对方 加油 所以所有的战术安排 所有的球路出球的方向都是一个目的 所以就是让对方把球往高处打 给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 在面对这个博安确实非常喜欢在对方准备发球的时候 来干扰一下 对 这种 已经出现三次了 干扰次数都过多 应该裁判要会会给警告 漂亮 外风蔡云现在是连登两分获得了几点 刚才这个球博安这个下一板的失误 对啊 他上一排其实有很好的机会一放网 可能就非常主动 对 实际上场面上是大卖队占优势 好球这个反开 抽的还是很突然 19比20 抽到一个蔡云的接衫 和台好防 19比20 一个机会 挑起来 快风起跳 好嘞 第二 快风通过那后场的杀球 拿下了关键的这一分 21比19 快风蔡云上了第一局 在逆风的场地 如果说你不能够控制局面 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那么到了 顺风的场地上 你可能就更加困难 在心理上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疑 第一队 应该算一队新人 虽然也打了几年 但是他们过去的成绩一直都一般 并不是蔡云富爱峰的主要对手 所以可能第一局也存在一些 对对方的球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情况 看看第二局的比赛的进展 对方的双打比赛 比赛 比赛号 XC523 由波兰的 罗马科夫斯雅克 纳卡斯利利奇科 对英国的 克拉克克洛格 裁判员陆明 发球伴伴员李森 在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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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观众席上 有人在走动或使用什么 1-0单位的发球 1-0单位的发球 好球 好球 3 2 4 其实蔡云这个出球还是能够看到对方的空档 这个对角现在其实到目前来看效果是非常不错 对方的接发球 对了对方退了中国队后场的空档 而且这个球带着一片假动作 使得你在判断上就没有那么快 不可能在第一个时间做出判断 稍微犹豫这个球就这么点了 看到蔡云霍海峰两个人的位置衔接还是很紧 两个人的位置一般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说非常紧密 不会说拉得太开 这样一旦两个人向前压的时候 中间的空档几乎没有 4 3 这种战法就特别是在前半场或者是平抽快挡的这种打法 成为这个场上主要的打法的时候 这种打法是这种战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两队在场上的打法主要是攻防 就你攻我防我攻你防这种形式 那么双方 就同伴之间的单位可能会比较松散一点 但是如果是要抢网或者再要抢半场 那么两名同伴的站位必须要站得非常的急 好 互相补位 这个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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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超 攝影 走 好 攝影 往 这球看裁判判中国队得分 可能是刚才这个球推出界的时候 是不是判碰了丹麦队的球拍 刚才是中国队一个出界球 但是在过对方头顶的时候 对方是挥了一下拍打了一下没打到 也可能擦到了球的羽毛 6比5 发后场球出界 蔡英这个发球的动作非常隐蔽 是7-6 8-6 在刚才这个判罚看来对丹麦队还是有一些干扰 本来是他们的一个得分球 判成中国队得分之后 又是连丢了三分 那个选手也还是比较有经验 要裁判来擦一下地板 自己调整一下情绪 好 发了一个短球 7比9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冲云有他们的机会 回来后场起跳 杀球下网 11比7 他们的领先4分 第二局的技术赞评 看到丹麦的年轻的选手 莫根森跟Bow Bow 打法上还是非常有特点 莫根森发球 突然发后场 中国队目前是处于顺份的房地 所以在防守上 如果简单的挑高球 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可能在防守上 特别在怎么样处理往前 使自己更少的挑球 而更多的进攻机会方面 可能要考虑的更细一些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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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 好球 正手一个平抽球 正好打到丹麦队的空档 截發球是丹麥隊的摩根森 對方也是突然出了對角球 中央隊進攻 球出了底線 中央隊的對手 擺底線 中央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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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对方有机会防守 弹出了一个对角线 给霍凯峰逐走的时间 双脚起跳 杀球对方一般是戒不住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判 傅爱峰和蔡云两个人 这个球派撞到一块的时候 算他们一个联机 对 两次击球 这个球是在一个场地内 两次被打到 对方得了一分 这位队进攻 还是要注意落点 这个球是姐妹 丹麦队选手做出了非常夸张的表情 比赛接着进行 19比15 对方回球没有破 这样20比15 傅爱峰和蔡云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半场球 21比15 外风蔡云在第二局 再次胜出 两场比2比0 战胜了丹麦的摩根森和博爱这队组合 进入了男双的第三轮比赛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会是女子单打的一场对阵 奥运冠军张宁 迎战瑞典选手 配尔森 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转播 再次胜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